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北季风呢 再减弱它的威力 所以各地呢 仍旧是多云到晴为主要的天气形态 那唯一呢 那么有可能稍微不稳定的地方呢 都在我们的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 花莲 台东 还有屏东 降雨几率30% 虽然是多云短暂雨的天气状况 除此之外呢 那么这个包括了宜兰 然后整个西半部从基隆一直到高雄 降雨几率都不高 都是多云到晴 那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更是零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降雨几率也是零 好 所以呢 整体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气 然后同时呢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 所以温度呢 也会在北部地区明显地感受到 白天的温度回升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3到29度 中部地区是25到31度 南部地区是24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2到29度 澎湖地区是25到28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台南 台东都是24度 高雄 花莲 23度 宜兰 22度 澎湖 25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全数下跌 而且昨天开低之后呢 一路震荡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收在今天收盘的时候的近乎最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道琼公益指数下跌了332点 收盘指数33665点 跌幅0.98% 纳斯达克大跌了219点 收盘指数是13314点 跌幅1.62%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58点 收盘指数是4314.60点 跌幅1.34% 费城半导体也大跌了61.22点 刷盘指数是3413.45点 跌幅1.76% 三个因素呢促成了美国股市的大跌 那么一个因素呢 当然就是加萨走廊的情势呢 那么再度的升高 这个以色列跟中东国家的冲突的 这个愤怒指数呢 快速的升高 加萨医院 这家这个阿里阿拉伯医院呢 他被这个轰炸的这个事情呢 导致了超过500人死亡 到目前为止 那么这是巴勒斯坦的初步的估计 那这件事情呢 使得这个拜登呢 这个特意的跑一趟 中东地区本来打算 除了以色列之外呢 在约旦所举行的四方会谈呢 被取消了 好那这这件事情 虽然现在以色列指责说是 巴勒斯坦自己的民兵组织所做的 而巴勒斯坦呢 指责这是以色列所做的 但无论如何 愤怒指数快速的升高 而且呢 人们的目光焦点也注意到 不是只有这家医院 包括了加萨南部地区 也遭到轰炸这些事情呢 那么甚至于引发的是 CNN的记者直接质问 以色列的发言人 你们要人民到南部区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轰炸南部 这一些呢 都可能使得阿拉伯事件呢 产生的这个冲突性提高之后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昨天明显的看到 包括了油价 还有包括了金价 反映的都是 这一些情绪上面出现的 避险上的一些买盘 好那么但是第二个部分是 这些避险性的买盘 没有涌入美国的公债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呢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不但没有往下拉 价格不但没有往上升 相反的殖利率还在往上升 那么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一 这是创下了十六年来的新高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也来到了百分之五点二二 这也创下了十七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 资金没有使得美国的殖利率呢 变得比较平缓 资金没有涌向债券市场 这个使得美国的这一个高债务的问题 再度的被成为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的美国财政部要标售 130亿美元的二十年期公债 如果标售情况好 可以稍微的缓解 如果标售情况像上个礼拜的三年期 十年期三十年期一样的话呢 可能会让这个债券抛售 一些长天期债券抛售的状况 变得更严重 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 对于AI晶片的进一步的 全面禁令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呢 包括了NVIDIA的股价呢 继续大跌了百分之三点九六 而另外呢 包括了像是这个 这个艾斯摩尔也大跌了百分之四点一七 AMD超微呢 也跌了百分之二点八二 然后麦威尔也跌了百分之三点二 英特尔也跌了百分之一点一六 三个因素呢 是促成今天美国股市呢 这个开低走低的重要原因 而油价市场的部分呢 当然反映的是中东情势的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纽约原油取货价格 上涨了一点六六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八十八点三二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九二 派布兰特原油上涨了一点六零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九十一点五零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七八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农粮价格的部分 全数上涨 自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一 自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一点八八 自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七七 好 黄金在这一波呢 很明显的成为真正的避险的资产 所以我们看到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在昨天事件爆发了之后呢 就开始快速的上扬 那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是上涨了三十二点六零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一千九百六十八点三零美元 涨幅百分之一点六八 很快的又已经来到了 接近一个月来的高点 而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三 铜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二四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 则是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一一 美元指数呢 小幅度的上涨 而且主要是对欧元啊 因为昨天呢 欧洲公布的通膨数据 还可以接受 所以呢更加深了 大家认为欧洲央行短期之内 应该不会再升息的预期 所以欧洲央行欧元兑美元 就应声贬值 那么使得美元呢 来到106.55兑亿美元 似乎反而没有像是黄金的避险需求 如此的强劲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通通通都是上下跌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下跌了87点 刷盘指数7588点 跌幅1.1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63点 跌幅0.91%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 下跌了156点 跌幅1.09%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刚刚提到的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现在10年期 两年期 分别又飙升到了 16年17年来以来的新高数字 而这个代表的当然就是 殖利率往上升 代表的是在线价格往下跌 在线价格往下跌 代表背后是有人在抛售 那么这一些抛售呢 那么值得注意 因为当10年期公债 在殖利率逼近5%的时候呢 所有的金融价格的 机会成本的 这个锚定的价格 就出现了变化 好 这个也是呢 导致美国尤其是科技类股 跌幅比较重的主要原因 而今天呢 美国政府要飙售 20年期的公债 那么飙售130亿美元 市场会高度关注 过去这一类新闻呢 大家并不被关心啊 因为呢 就是发售嘛 可是呢 因为呢 在这个最近啊 美国第四季 整个要净发型是 8520亿美元 那这是其中的一批 上个礼拜呢 美国所标售的 三年期十年期 以及上个礼拜四的 三十年期 就发现到说 价格都创了 17年来的新低 然后同时呢 那么中间的价差 非常的大 那么 这个这个参与投标的倍数呢 也低于平均数 这些呢 都是让市场对于美债市场开始出现了疑虑的指标 所以今天20年期能不能够打破这个疑虑啊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焦点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了日本啊 日本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呢 十年期也来到了 百分之零点八一五 日本央行立刻介入 买进日本的公债 来避免他的公债的利息 不断的往上升 但是呢 美国的两年期的公债 五年期的公债 也都分别来到了 2013年以来的新高 这里面也凸显出来 现在日债也有抛售的压力 那么 而且现在看起来是因为日本央行 要修改他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那么改为要升级循环吗 这是其中一种怀疑 另外一个怀疑可能就是 担心美债的风波 影响到全世界的公债市场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欧元区 欧元区呢 昨天公布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百分之4.3 这比8月份的通膨率百分之5.2 要来的放缓 核心通膨百分之4.5 也比预期的稍微的低一点 所以呢让市场呢 那么乐观的认为 欧洲央行可能在未来呢 不需要再升息 通膨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好那但是呢 这个消息只有让欧元贬值 那没有办法呢 改变就是呢 因为中东地区的情势 所产生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呢 公布了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年增率百分之4.9 这比市场普遍的预期百分之4.5 要来的高 全年到目前为止一到三 第一季到第三季 一到九月呢 那么经济成长率年增率百分之5.2 所以现在第四季呢 只要能够达到年增率百分之4.4 就可以达到全年成长 百分之5以上的目标 那么昨天这个数字 公布完了之后呢 有八家外商投资机构呢 就立刻调高了 对于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那么现在普遍都预测 在今年成长率百分之5以上 这里面呢 消费呢 是最主要的成长动力 那么九月份的零售销售呢 年增百分之5.5 这比预期的年增百分之4.9 要来的高 那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增百分之4.5 月增百分之0.36 也比预期稍微的好一点 到目前为止呢 那么它的三驾马车 在消费的部分呢 对于经济成长率的贡献 一到三季 贡献率呢 大概83% 是最主要拉抬经济成长的主因 在投资的部分呢 贡献率呢 是百分之29.8 但是因为出口筛退 所以呢 拖累了整个的经济表现 所以整体来说呢 一到三 一到九月年增率 百分之5.2 好 那但是呢 昨天呢 这个碧桂园呢 它的宽限期已过 它的1538万的美元再息呢 没有办法支付 所以现在确定呢 是已经违约了 那接下来呢 那么能够如何的来处理 它的境外债务 要重组是否重组呢 这也是一个观察点 好 不过昨天呢 入港股的部分呢 仍旧是下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 下跌了24点 收盘指数3058点 跌幅百分之0.8 深圳城市大跌了123点 收盘指数9816点 跌幅百分之1.24 这当然跟这个美国的最新AI禁令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科技股跌得特别的重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小跌了17点 收盘指数17756点 跌幅百分之0.1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这个最新的美国的禁令啊 那么回答 它已经上传美国证交会 BK重大事项 就8K对不起8K重大事项报告 那么确定呢 有5款晶片 没有办法销往中国大陆 分别是A800 H800 L40 L40S 还有RTX4090 那这一些其中呢 A800 H800 是为了中国大陆呢 所特别设计的降规的晶片 同时呢 L40跟L40S呢 也是最新的一些 新规的游戏晶片 还不是AI晶片 但因为这一些呢 都不能销售 其实呢 这个回答呢 感叹说 他们可能要永远失去 某些市场 好 这个消息呢 现在所有的外资机构 开始全面性的分析 到底影响有多大 因为它的禁令 甚至于包括了 如果你要推出 降规版的晶片的话 也必须要 先经过商务部的同意 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规格 但是呢 这规格以下的晶片 你要设计的话 对不起 你也要先经过商务部的同意 好 所以其实禁令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这些禁令的影响呢 不纯粹是回答 天风证券的分析师 郭明奇认为 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英特尔 因为它的 Habana 高底呢 它这两个产品 主打的也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呢 英特尔也是受害者 然后呢超维拉等等 都会受到影响 再加上昨天呢 艾斯摩尔呢 对于明年的财报不乐观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明年的这个 艾斯摩尔的股价也大跌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呢 昨天也是开低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 大跌201点 收盘指数 16440点 跌不高达1.21% 成交量放大到 3611亿元 这个量的放大 跟昨天在尾盘的 500多亿的成交 那么看得出来 这个八大行库呢 希望能够拉抬股价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OTC呢 更大跌 1.28% 昨天三大法人都赚在卖方 不只是外资 包括了投信也大卖了 29亿 自营商卖潮了76亿元 4.28% 5.28% 大哀 2003.28% 昂 消河潮了6.38%